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SHIP这个币其实有提醒我另外一个币 之前也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12月的时候有一个币叫GRT 然后那时候我也有发朋友圈 我不知道应该也有做视频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没有买 那个他突然就说有一个币 然后突然就上平台 他的区别是他一次GRT是一次上所有的大平台 什么OKX 火币 币安和Coinbase全部一起同步上 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敢买 我怕他pump太多 但那时候刚开始如果你反应够快买进去 你是可以赚一波就是一秒钟的波段 只是后来我们可以研究一下GRT的price action 我是看对比特币啊 这是GRT对比特币 它是一个涨的趋势啦 这没错 只是对比特币还是涨的 只是后来他这边 就是12月这里嘛 我说12月上线 Boom 就上去 这initial pump 这一波 然后就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这一月的pump 是比特币 全部的山山的季节high起来 超级high的时候 那时候每天熬夜直播的那段时间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然后他就又跟了一波 然后自从这一波以后就开始 一直进入一个很长的一个consolidation吧 从二月开始 可能跟整个市场有关系 二月大概这几个月都是在回调嘛 这二月好像有点早 狗狗币应该坚持的比较久一点 这样的力度也比较大 所以Ship的话 大家自己想不想要买 我不给大家建议 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 我会去比较一下另外一个币 然后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这一个Ship的话 他已经上了币安 OKEx 火币都有Ship了 然后现在上一个Coinbase 所以上Coinbase 会不会有持续的上涨的反应 我不确定 然后再来我们还要分析 像Coinbase的话 买的人群是哪一些 那时候买狗狗币的都是 就是 买狗狗币大部分都是支持Elon的嘛 然后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散户 然后买Ship的 我自己没有买我也没有接触很多 只是你们觉得大部分 买Ship的炒Ship 在买Ship的人群是哪一些 之前都是反狗狗币的嘛 但狗狗币的人肯定不会 对他有什么偏见 因为其实加密货币的核心理念就是 开放嘛 谁都可以发你自己的币 只是你这个币 所以最核心的理念是要去中心化 然后不能有大量的大桩 持有你这个币 就变割韭菜币了 所以Ship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我不知道他上了Coinbase Coinbase的客群主要是美国人 OK 那这些美国人会愿意去买这个币吗 这个是我不确定的 我自己要猜的话我是觉得 应该不会比狗狗币受欢迎吧 这是我不确定 然后只有 只能time will tell 就只有时间可以去看到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觉得会有一波 他会有自己一波涨幅 然后会有一波回调 whatever 然后肯定也根据比特币看现在这个市场 要怎么样 如果比特币突然开始疯狂起来 那这个肯定也会一起拉 是正常的 好 然后今天的最大的新闻 然后最 那个实时的新闻应该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看这一两个礼拜 在区块链啊 比特币都发生什么 在这世界上的这个局势 哇 还有还有一点我需要特别 我也需要强调一下 我不确定哦 Chip 因为我没有太关注这个币 这个币有先上Coinbase Pro 因为一般上Coinbase的途径 是先上Coinbase Pro 才上Coinbase Coinbase Pro 都是一些大户 Coinbase 都是一些大户 Coinbase是散户 因为它的功能不是很齐全嘛 所以 它 Ship突然就 噴给散户 让散户去买 这个也会令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令人担心 就是当然如果它是正常图景 先上Coinbase Pro 再上Coinbase 那就还好 所以如果它直接就上Coinbase 那 就有点割韭菜的感觉 所以买这个币路 你要追这个pump的话 还是要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 要留意一下 我的个人看法 好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比特币的price action 我们上个礼拜没有留意之后 我们说上个礼拜 支撑在这里 重要支撑在42,000 我前一个视频有讲 然后是顶住了 没有碰到 然后 这是周级别的R3 所以这是我上次说一定要顶住的 要保持这个上涨趋势的级别 所以回来插了一下 它有没有可能再回来踩一两脚 是有可能 只是目前开始有一点逆转 它是落到我们的daily的日级别的pivot 然后就反弹了 还踩了不少一次 这快踩到了 这没踩到 然后踩了两次 然后就反弹了 然后现在慢慢的 在这些moving average以上 慢慢的顶上去 然后接下来又是遇到这个4万 9万2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破的话 下跌了 这整个下跌的趋势 就基本上已经被打破了 就这个下跌 就准备 如果这里可以 站稳这个R2的话 5万2左右 可以站稳 可以上去站稳的话 基本上下一个阻力就是5万7 上面没阻力了 然后 这个 空军的这个golden pocket 也会被穿破 然后 下个最后一个阻力就这里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all time high 然后比特币就大概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太多的动作 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多动作 然后这个礼拜又会有新的小时级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小时级别 小时级别 小时级别目前这个礼拜是 回踩了这个S1 然后上来顶 顶不过这个pivot 等这个礼拜结束 要等到周日 周日美国的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 看它新的级别会刷新 然后看那个pivot 小时级别站上pivot以后 才能开始逆转 就是日级别 日级别现在目前还是上涨趋势 还在pivot以上 所以日级别还是上涨的 然后小时级别是 是被这里 什么话上去是被拒绝 看这两天上不上得去 上得去 然后又要看周日了 周日可能 看新的pivot在哪里 然后看可不可以维持在上面 然后小时级别如果维持在上面的话 那下礼拜应该会 有一个礼拜上涨 或者至少在pivot 跟下一个新的R1 之间的一个趋势 所以估计估计在这又是在5万左右 但是这如果顶得上去的话 然后看狗狗币 狗狗币我们上次说的600是pivot 600充 我们不看美金的 我们看充 所以狗狗币还在探底 还没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底 现在又回来踩这个低点了 虽然看美金都是0.24 好像没有到之前那么低 只是之前3万多的时候为什么跌到0.1几 因为比特币也在3万多 然后狗狗币对比特币也在跌 所以这边就是又回来踩这个S1 500充 这边这边希望顶得住 狗狗币 狗币涨的是不少 所以你看 你看刚才ship可能就是一个pump 两个pump 只是狗狗币是一个pump 两个pump 三个pump 四个pump 所以狗狗币涨了不少 所以它需要一点时间也是正常的 然后就看它哪里可以探到底 然后周级别的不用看 周级别它是在半空中 所以我说它需要去找一个底 需要找到一个站得稳的底 才能有下一幅上涨 然后这个底要找多久 要在哪里 其实没有人知道 只能等 只有时间 你看好 如果买进来就拿着就好了 反正就是跟时间做朋友 然后目前就是在测试这个S1 500充左右 然后这个pivot 转折点在600充 如果这个月内有办法到600充以上 可能会有一波上涨趋势 然后当然都看比特币 比特币暖起来了 其他币趋势都会自然会更得更好 然后山寨币是有山寨季节在进行中 只是不过狗狗币没有在充而已 他们不会每一个币 每一波山寨币季节都在充 这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轮流充 所以我是懒的 我比较懒的跳来跳去 然后一直追 所以我就是每一种币都有布局一些 所以上一波在充那些 主链的币 大的币 什么Cardano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些币我都有 我自己也有仓位 然后都在跑 然后到时候反正早晚会轮到 又回到meme币 又回到defi币 然后这样子 一直轮回 看还有什么 然后iPhone iPhone感觉越来越贵 只是 越来越贵如果存法币的人 是越来越贵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如果你存款是比特币 and bitcoin的话 其实iPhone是一代比一代便宜的 所以比特币才是真正的应该用来当存款的一个货币 因为比较稳定 好我们来看一些新闻 这里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搞笑的 但可能很多人被爆仓 不是很理想 只是所以我不交易新闻 或者是如果看到一个已经冲上去了 我不会去追进去 或者不会去杠杆这些 因为除非你看到很够及时 比如说这新闻一出来 价钱还没动 那你可以去读一波 只是如果已经在动的话 不要去追稿 所以有一个假新闻 fake news lightcoin price surge 35% 所以有一个上个礼拜有个假新闻 可能说Walmart要开始 10月1号开始支持 莱特币的那个支付 然后而且还是通过 是通过CNBC Rooters 和Decrypt Decrypt是一个小的媒体 他可能自己把自己奶一下 这是CNBC 跟Rooters是主流媒体 爆出来的 那爆出来以后价钱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大头发的 蹦上去 这个就那个假消息出来 后来Walmart自己官方出来说 这个消息是假的 然后不是真实的 然后就开始 又就是 下来 然后又上了一波 然后又 现在在这里 就是 在做决定 所以 有一个这个新闻 假消息 上个礼拜 这一根头发 所以很多人看莱特币 看到一根这个头发的故事 就是 来自于Walmart 好 下一个新闻 El Salvador's Bitcoin Day 所以El Salvador这个国家 他们开始大力的奶 比特币了 然后我们 我 我不太了解这个国家 只是它是南美洲一个小国 我们要了解它的历史 它之前在 2001年的时候 然后他们原本的货币叫做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念 Cologne Cologne 他们原本的国家的货币是这个 然后他们用了100年了 然后突然就 应该也不是突然 应该有一个过程 然后就说把他们国家货币换成美金 所以他们就成为第一个国家 利用一个外国的币 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币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 然后现在他们又来创新了 他们就是 El Salvador他们又成为第一个国家 用比特币 来当他们的国家货币 然后其实又很 那边也有很多暴动啊抗议 因为当然也有人 这比特币有人支持 当然也会有人反对的 所以也是有点乱 只是他们的总统就是要来买比特币 然后要来算是测试吧 测试一下用比特币为他们国家的货币 看怎么样 然后他们是有一个政府的钱包 这个就比较不好 叫做Chivo Wallet 但也有好也有不好 好就是他可以把这个整个过程 注册钱包下载 这些可以政府官方来 帮助人民这样子弄 避免人民去网路上面乱搜 收到一些钓鱼钱包被骗钱等等的 然后缺点的话 我就不知道这个钱包 他们是不是自己 持有自己的Private Key 如果不是的话 就等于是一个大的交易平台 然后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买比特币 然后把他们的所有的资产 都放到这个政府的平台里面 但这跟什么很像 就跟银行很像 所以这个就 只是他们的区别 就至少他们可以用货币 他们至少存款 没办法被 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去完全的操控 至少这还有一个世界的局势 因为比特币是一个世界的市场 所以 对于人民来说 这个货币的稳定性 有比特币的保障 然后就不会被政府突然 比如说像美国这样一直印钞票 去inflate他们自己国家的货币 那比特币就没办法了 只不过你这所有币就存在 因为银行里面的意思 然后他们上线的时候 有出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钱包 我有去查这个 钱包 所以这个钱包需要一个 El Salvador的ID 所以你需要他们国家的 那个身份证才能下载 所以我就默认 应该不是去中心化的 那应该也不是自己持有 那个出记词的 然后不仅这个 他们要完全大力的来比特币 然后吸引外来的资金流 所以如果你持有比特币 你到El Salvador 这个国家兑现的话 你可以完全不用缴任何的税 那当然细节 如果你们真的对这有兴趣 可能自己要去研究一些细节 我就没有去研究了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是考虑移民过去的话 然后这个国家不知道怎么样 可能要自己research一下 反正他们就是要拿比特币就对 然后吸引外来资金 然后他们就可以完全免税 然后他们的钱包 刚上线的时候 国家钱包刚上线的时候 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那个总统 说百分之 已经快修好了 百分之九十五修好了 然后他们三个月内 想办法做出这个钱包 然后推给所有人民 所以就是还是 还是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三个月时间可能还是不够 然后他们这个钱包是跟 他们这里写是跟 墨西哥的交易平台 叫BITSO合作的去做 然后其实背后还有 我刚才看另外一个文章 他这个CHIVO钱包 还有跟 SILVERGATE BANK合作 这个SILVERGATE BANK是什么 这是USDC的BANK 的银行 美国的银行 在那个San Diego 他们这USDC的那个 发行USDC的银行 我跟他们是有来往过 然后USDC又牵扯到谁 又牵扯到Coinbase 所以 所以Coinbase在那个 所以可以理解 Coinbase在Elsalvador 也有一腿这样子 有一脚 然后美国的银行 也有在那边 等于是 持有着国家的资产 我这样理解 不知道是好是坏 又好又坏了 就是人民可以用到比特币 可以很方便的用比特币 只不过 就还是存在银行 就是 比特币原本的一些理念 有被牺牲掉了 只不过有可能是一个好的一个 stepping stone 就是一步一步来 不能一步登天 所以这一步 是让大家先去了解比特币 了解比特币是什么东西 因为很多人完全不知道 比特币是什么 所以他们有很多抗议 是这个原因 然后他们先接触了 用这些交易了以后 大家了解以后 他们可能才会考虑 要不要转自己的钱包 自己的钱包里面 然后这时候 就要看政府的策略了 看那个El Salvador政府 允不允许提币这个功能 像我们知道之前 有些平台是不支持提币的 这就等于是 平台持有所有的资产 好 然后 古巴也跟着 古巴前一阵子也抱乱 只是他们也来支持比特币 然后 现在 Crypto加密货币可以 Cryptocurrencies can now be used for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nd investment 所以可以投资 然后可以商用的交易 就是什么麦当劳啊 买卖东西 商店里面 都可以用加密货币交易了 然后 这样子 古巴的人就可以 更好的 外汇 这里有说 easier remittance flows from overseas despite United States embargo 所以又是美国在 可能用货币去打压这个国家 然后 他们就决定用加密货币了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 更流通一点 跟 比如说美国不想跟他交易 他可以跟别的国家交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一个国家 从小国开始 这个 比特币的博弈论嘛 都从小国开始 到中国 中等的国家 然后中等的国家 再往大国去推 这样子 会这样子慢慢的被接受 越来越普及化 哦对 然后我要再补充一个 那个 我忘记是哪个 这有三个关于El Salvador的文章 这其中一个 有说他们是 规定 El Salvador是比较 硬一点的 就比较 就买的比较凶一点 买比特币 他们是规定商家 一定要可以收 比特币为一个支付方式 所以 你不能说 哦我只收 那个 那个El Salvador的法币 我自己不支持比特币 我不收 他是规定所有商家 必须收 比特币的 所以El Salvador是大力的在 支持比特币 然后 历史上El Salvador是 第一个国家 这样子去做 去接纳一个 国外的 别的国家的货币 来到他们当地的货币 然后也是第一个国家来 呃 完全的开放比特币 所以El Salvador的趋势 要留意 因为他会 是一个例子 希望El Salvador的总统 政府不要乱搞 然后不要 希望 就像我说有提币的功能 希望这个还是有的 然后也给人民有 选择可以用自己的钱包 然后这样子完全开放的 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会 设置一个例子 给其他国家的政府 大家会看 El Salvador这样做以后 里面是不是暴乱 整个崩掉了 还是 他们就变得 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 或者他们 当然不会一下 变得非常厉害 只是 如果是往好的方向走的话 其他的小国 会看着 然后会跟着去做 如果 他们这个决定是 正确的话 然后其他小国 就比较可能去跟着 他的脚步走 这样子 它就是设一个 历史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看AMC AMC就是之前 那个什么 Wallstreetbets short squeeze的一个股票 然后至今 今年涨了 22倍他的股份 那股票的价钱 然后他们 现在开他们说 他们要开始支持 买他们是一个电影院 电影公司 他们要开始支持 可以购买 电影票 用 以太跟 莱特币 所以 这对莱特币跟以太坊 是个利好 然后狗狗币好像 狗狗币的社群 有出来叫了一下 所以为什么 不支持狗狗币 只是我觉得他们 支持狗狗币 这是早晚的事情 因为AMC short squeeze Elon Musk 这整一堆人群 都是 都是 基本上是同一帮人 我觉得甚至也有可能 他们自己也想要买狗狗币 他们知道可能现在这个时候买 比特币还在回 还在不确定 这时候买狗狗币 像他这样子出一个这个信息 对以太坊 对莱特币 加钱波动不是特别大 只是如果他等 比特币火热 山寨币火热进行中 再出来支持狗狗币 那时候会买得更凶 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考量 我不确定 这是我猜测 只是如果 是我的话 我会这么做 就是要买的话 也不是现在买 要等 市场再回问一点 比特币 开始 创新高 每个人都很high的时候 那时候再来狗狗币 狗狗币比较有可能 大力的起飞 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 拿了一堆钱 赚了一堆钱 然后就这边赚完了 就拿着一波钱 就砸到狗狗币 拿什么币 就砸到什么币里 这样子 的一个形态 所以 我们等着敲 看AMC会不会支持狗狗币 他说今年底 就会开始支持 莱特币跟以太坊 然后其实支持 莱特币的话 其实就是有一点点支持狗狗币 因为如果支持莱特币 莱特币挖矿 如果变多了 其实也帮狗狗币去中心化 因为狗狗币 它是跟着 莱特币挖矿 现在就是挖 莱特币送狗狗币 所以其实支持莱特币 其实有一点间接的 等于支持狗狗币 然后再来就是 There is a Bitcoin boom among baby boomers Baby boomers 就是1946年到1964年的 所以大概可能是我爸妈左右的年纪的 然后这是在澳洲的市场交易平台突然有一堆 有15% increase in number of investors over 65 所以有65岁以上的人突然来 他们这里说是为什么 他们说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investment 然后他们baby boomer的比较 比较已经有积累一定财富 然后也参与市场很久了 也投资很多不同东西 所以他们比较敢投一点到比特币里面 虽然不多 他们的 这也不能说不多 highest average initial deposit 大概是3200 就大概他们第一笔存款大概都是3000多美金 这跟18到24岁的金额当然就不一样 18到24岁可能那时候就打工啊 赚一点钱几百块几十块投进去 只是baby boomer他们是比较有钱的 绝大部分的财富在baby boomer手里 所以这些人开始已经有这个趋势在澳洲 已经开始投进来的 其他世界的应该只会跟着 然后这边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有接触 那个市场很久了 只有我觉得跟接触市场很久没有什么关系 接触市场很久 让他们去年也可以投比特币 为什么不投 前年也可以投比特币 为什么不投 前年当然那个热度没有 只是为什么在今年 澳洲现在是不是很乱 covid lockdown government mandate 一定要打这个vaccine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的 我没有去关注太多 只有我知道现在整个世界都是在抗议这些东西 然后澳洲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避险 这我觉得不比较不是说什么 要贪心要去报复 他们是要避险 万一 万一内战起来了 政府跟人民干起来什么的 那个加密货币去中心化的一个货币 是一个对冲 对于他们 他们是一个那个 是个保险吧我觉得 所以如果担心这些的人都会买一些币啊 就是怕政府崩掉的 反政府的 不在体系内的 这些人都会买币 然后一般65岁的这些baby boomer 都是体系内的 完全是根子生在这个体系内的 只是他们要突然 开始有一个趋势 他们来买这个币 代表他们觉得这个体系 可能开始怀疑这个体系有问题 或者担心这个体系出问题 才会来买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对于这个boomer 为什么 为什么在澳洲 boomer 会突然入场加密货币 好 然后coinbase applies to trade crypto futures 我们知道crypto futures 就是这个期货 这些杠杆啊 期货的 他们去申请了 然后coinbase就想要做这个 其实我觉得现货是最靠谱的 期货一出来了以后 基本上就会把那个价钱压住 我们黄金就是这样 只是黄金也不太一样 性质不太一样 比特币你可以确认一个币是否在那边 只是期货最后就变成玩一堆转债 转债转去的 拿人家的 他们平台有现货 拿人家的币去 比如说砸一个盘搞一个当机 然后自己抄地抄回来 然后顺便割掉杠杆 就变成这种游戏的 所以其实期货如果上线 我个人认为对加密货币不是利好的 除非大家都知道期货不是利好 然后他们就反而去做空 然后就变一堆空军 然后那爆掉这些仓位的唯一办法 就是爆拉这个盘 那这是也是一个结果 有可能的结果 所以也不一定是不好 就看大部分人这些期货杠杆的人 会堵哪一边吧 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在堵的 当然也有一些商业用途 就是如果有一些收比特币的 他们想要这个价钱稳定 未来的价钱稳定 因为他们要运营他们的公司 他们需要用到期货去运营 那这可以保证这些公司 比较容易接纳比特币加密货币 为他们的一个支付方式 或者囤在他们的balance sheet上面 公司的储蓄上面 所以就不好说 这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好说 只是我们知道Coinbase在apply 然后美国这整个对于加密货币都在开放 其实这个跟我提 其实有一点点像是赌场 我觉得就是这些杠杆平台 为什么很多打德州扑克的人 都来玩这个加密货币 因为其实这加密货币的杠杆 有一点像当时德州扑克在美国 那时候很火 其实最后是那个 德州扑克是被FBI shut down 美国禁止 然后就全部都跑到海外去了 所以不知道这个 只是这个又不太 这性质又不太一样 这他们已经有交易平台 已经有上市公司了 跟德州扑克还是不太一样 只是有一点那个当时那个氛围的感觉 OK 然后我们很多人觉得比特币怎么还不起飞 怎么瀑布了 然后比特币割韭菜什么 只是比特币去年这个时候 比特币才刚破1万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这时候我还在台湾 我还没到美国 然后这个频道还不到1000个订阅 然后那时候才在1万 然后现在才一年 比特币现在四五万 所以 大家还是有时候要zoom out 如果大家觉得很急 怎么都不 怎么还不起飞 然后如果很紧张 觉得要破产了 那应该是你投的太多 over leverage 然后情绪就失控了 只是 如果你投的金额 是你控制好的 你没有over leverage 你zoom out 往回看一下 其实我们从9000到5万 才用了一年 然后一年内有哪一些股票 翻了5倍的 20倍的 或者可以持续这样子好几年的 基本上没有太多 好然后下一个新闻 又是俄罗斯来了 俄罗斯要来 他要block emotional and suspicious crypto activity 他们说要保护 protect customers from emotional purchase 所以 所以就是政府决定 觉得大家可能会乱fomo 乱买的时候 他们就他们想要保护大家 他说这里 他们aim to protect russian investors from potential losses in case the cryptocurrency market crashes to zero 他这里还括号 所以他说要保护 他们的人民 万一这些币跌到零 是不可能跌到零 这个市场都已经 两trillion的怎么可能会跌到零 然后都有国家在接纳这个 这只是应该就是推给 就是一个故事嘛 推给自己人民看 然后大家人民就觉得 哦政府在保护我们 然后他就新闻报 然后加上新闻可能就只报 比特币扑布扑布扑布 整天就只报扑布 涨就没在没怎么再报 就报扑布 然后就说我们打压这个 因为怕大家破产 然后如果没有外来信息的人 被封在里面 只看到这些主流媒体的人 那当然他们就会相信 只像我们这种 我们自己会去上网查这个价钱 也去看那个历史价钱 知道比特币当然会瀑布 他只是他暴涨的比较多 而且长期是涨的 我们就知道 这个 应该只是政府在打压 加密货币 比特币 然后香港 我没有在关注 我也没有在关注 密切关注香港的 那个法规 对于这个加密货币 我记得之前有打压了一波 现在怎么样 如果有在香港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只是有一个 Hong Kong Land 他是一个 Property Landlord in Hong Kong 所以可能就是一个大的 一个那个房地产的 然后他们 租出去一个 租出去一个办公空间 给Hash Key Group 应该是做那个交易平台之类的 他说因为 可能是因为最近 SFC 香港的那个加密货币 或交易的管制 有比较清晰的一个 法规管制 跟公司想讲 怎么样做是合法 怎么样是非法 要怎么怎么做 条款比较清晰了 所以 他们这个办公室 有人去租了一整层楼 那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去 所以可能 可能意味着什么 可能意味着 香港未来的方向 可能会 在香港开放这个加密货币 也有可能 就是在更开放一点 或者更清晰一点 这个法规 他说 According to Hong Kong Land Hash Key Group 他们租了一整层楼 在 叫做一栋楼 叫做 Three Exchange Square Building 在Central Hong Kong 然后这个这栋楼 是香港政府持有的一栋楼 partly 所以有一部分 这个持有者是 香港的政府 所以政府 允许这个 来租这个地方 应该是 可能就是 背后有一些动作 有一些 方向要出来了 然后 Bloomberg还要报 主要的支付科技公司 和一些银行 包括 ZADA Standard Charter 这个BMP 他们都减少了他们的办公空间 只是 我们看到这个加密货币的 反而增加了 所以 这也是一个局势 银行 要跳水的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要变成新的世界的银行 大概是这个局势的意思 然后每个国家都得有他们自己的交易平台 他们都得有自己的银行 就像每个国家现在有自己的银行一样 然后跟国外的银行对接 那每个国家现在也得有他们自己的交易平台 才能跟其他国家对接加密货币 因为银行现在 不是每个银行都可以持有加密货币 然后 跨国交易 银行跟银行对接也没有再加密货币 所以接下来 未来银行应该就是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 这就叫银行 然后你在那边注册的用户 就是像我们现在一般的银行用户 只不过我们在交易平台 就banking on交易平台的 而不是去传统的银行的 然后Fidelity Fidelity在lobbing to SEC 他们要 他们在催SEC 赶快通过比特币的ETF 他说Fidelity说 比特币市场已经足够的成熟了 就是SEC他们要求的成熟度已经达到了比特币 Liquidity也够了 就够深 Elon也去测试了一下Liquidity 就是卖大量的 买大量的都不会移动那个价钱太多 因为那个市值够大 然后Fidelity就在催SEC 赶快通过 他们在9月8号 Fidelity Digital Asset 所以他们的数字货币 数字资产的那个President 还有另外六个Fidelity的Executive 一些高管吧 跟SEC的一些那个官 开了一个会议 一个Private 一个私密的会议吧 然后就是在想办法推动他们 赶快通过一个ETF 因为有这个需求 他们的投资用户 客户有这个需求 这Increased Demand for Digital Asset 而且其他国家都已经通过很多了 然后整个世界的局势很明显的就是在 很多国家都在联合在支持这个比特币 在通过支持比特币的条款 然后加拿大 德国 Switzerland Sweden都有ETP了 所以 他们要想办法推 所以Coinbase在推这个Future Based Product 刚才Coinbase在申请这个Future 可能一般的流程 我没有留意传统的金融 只是一般的流程可能是先出期货的 然后期货出了以后 才出ETP ETF 只是他们Fidelity是说他觉得 他们觉得加密货币 比特币至少 marketcap够大了 liquidity够深 他们不用通过先上Future Based Product 然后再上ETF ETP这样子 你看这里说 他们说 it also argued that market has already reached significant size and has deep liquidity 然后也达标了 达到SEC的标准 然后SEC一直在拖 有一个公司叫做Vennec 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申请了比特币的ETF了 然后 只是SEC一直要给说有没有通过或者没有通过 只是拖了三次了今年 就光今年就拖了三次了 然后目前又推到了11月14号 所以到时候SEC如果通过ETF什么的 或者是被拒绝可能会在11月14号 所以大家的日记可以标一个这个 或者11月14号又delay 又延迟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要记得的日期 要关注 如果关注比较市场的动态的话 这个日期很重要 然后Fidelity是什么鬼东西 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资产管理 你看asset under management 4.2 trillion 所以他们管的资产是比特币市值的两倍 然后他们他们是第三大的一个 你看最大的是BlackRock 然后再来是Vanguard Vanguard好像没有听过他们有什么消息 还是Vennec就是他们的产品 这个我不确定 需要research一下 只是BlackRock有提过比特币的 Fidelity也提过比特币 State Street的他们有自己的银行 State Street Bank 我之前有做过新闻关于他们 他们也是支持比特币的 然后Capital Group 不知道 然后JP Morgan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反正就是 反正这个前十名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基本上都是都开始支持比特币 不支持的话他们也得慢慢的接受比特币 这是目前这个趋势 都是往比特币走 OK BTC price near 46k 所以上一周我们说那个交易平台的比特币储蓄量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低代表没有立刻可以抛售的比特币 都提出来了 不再放在交易平台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势 接下来会有叫做supply shock 就是没有货了 然后价钱就只能上去 寻找价钱 寻找人家愿意卖的价钱 因为比如说大家一直提 买完了就提 买完了就提 提光了以后 那就没有人卖 也没有人买 那价钱大概率是往上 因为没有人 没有货在卖 只是价钱维持在四万七 代表有人在这个价钱买 然后他下不去跌不破四万二 代表 就是四万二以下可能没有人卖 或者是 就是还没到四万二就已经 有大买家 一直买走 这所有的比特币 一直这个需求在那边 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平台储蓄量 瀑布的时候 价钱会有一个supply shock 这个黑色的是价钱 往上 然后这里又是 这里 你看这里 开始上涨 然后这里又降了一下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出货 然后这里开始下降的时候 又supply shock supply shock 价钱又往上一波 然后当然有时候 这会跟着一起一起动 你看这里 突然进来 币 然后就扑布下来 就是上平台 然后抛售 抛售了 就会有抛售压力 价钱压下去 然后这个最后 最后这里 你看这一波 一直有币存到平台 一直存到平台 你还持续到这里 一直从这里 一直存到平台 价钱一直往下 那这边 又开始 币又开始提币了 币又开始瀑布了 然后价钱就在这边等 有可能一两个dip 最后 然后最后就开始 就是这一轮牛市的大爆发 准备来临 可能在年底 或者明年初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 希望看到的是 比特币再回归为领导 不要什么山寨NFT 什么比特币继续冲 最好是破个新高什么的 然后比特币 开始慢下来以后 又会来以太啊 然后又会山寨季 又会轮流一直冲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marketcap还是保持稳定在2trillion以上 所以在2trillion 1trillion打了一个底嘛 然后在2trillion这边 如果可以形成 把这个这个顶变成一个支撑的话 我们就才能有下一步冲刺 然后我们 我有发一个图在朋友圈 我这里推特好像没有发 就是苹果公司 花了42年才从0 达到1trillion的市值 只是加密货币才存在了12年 就到1trillion 然后苹果好像是42年 到了1trillion 然后两年后就到了2trillion 那这个 然后那个加密货币 已经到2trillion了 其实也不用说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看 从10trillion 5trillion 要多久时间了 而且苹果这42年到1trillion的话 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货币 以前没有印那么多钞票 现在印的更多了 然后加上网路又发达 这是一个网 这是网路的adoption curve 那所以这个会更快 然后钞票更多嘛 又更多钱可以砸进来 所以这一下 应该就冲到10trillion 20trillion 应该时间不用很长 应该5年内吧 我觉得5年内 10年内 所以 大家耐心忍耐 然后 不要每天盯着价钱 会比较健康 然后比较容易拿得住 要不然你会看着说 比特币又要回到4万了 要不要赶快出掉 那你一出掉 你就下车 然后这个东西都是很早期的 你看这些银行 都在奶这个币 国家都才 小国家才刚开始adopt 到时候开始大国家 大银行全部都开始接纳了以后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adoption 才是有真正的收益 现在这些都是开胃菜而已 所以大家买好的话 就该干嘛干嘛去 你该定期定头的定期定头 如果喜欢抄底的 如果有大瀑布 就买一点这样子 这样子去做是比较轻松的 然后不要整天盯着 想办法说涨几%就卖掉 你这来回手续费其实也很多 对 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就来个美好的周末 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见吧 记得帮我点赞评论 转发